有这样一所高中,入学就送十万工学生随意挥霍,而且以后每月都送,单人豪华宿舍,学校甚至自带商场,影院,KTV,上课也非常随意,可以逃课,睡觉,看漫画,老师完全不管,最气人的是,升学率和就业率高达百分之百,这样的高中,你心动了吗? 故事开始,在前往这所高中的公交车上,一位老奶奶无坐可坐,女孩想让站坐的黄毛让坐,却被对方的一番歪理怼得压口无言,而我们的男主林小鹿,鹿哥,只是冷漠地看着,不经意间飘了一眼旁边的黑场之美女,结果下车后就被拦住 高冷少女质问,为什么盯着她看,鹿哥赶紧道歉,她只是觉得我们是一类人,都不想跟乱七八糟的事传成关系 入学典礼上,学校学生会会长发言,欢迎大家来到就业率百分百的国家级重点高中,玉城高中 我们这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希望大家度过难忘的高中生活 学校按照从优到差的顺序,分为ABC第四个班级,也就是说,第一班都是问题儿童 各科门门五十分的鹿哥,无疑被分配到地板,巧合的是,那个名叫哭北的少女,正好是她的临桌 哎哟,真是冤家路窄啊 趁着老师还没来,一个男生提议进行自我介绍,提前认识 大家听了分分复合,鹿哥安安评价,嗯,这一觉悟,一看就是班长的料 接着是惯例的自我展示环节 大家巴拉巴拉一同肉情洋溢的发言,轮到鹿哥,他本想表现得合群一些,结果 不出意外遭到枯北的嘲笑 突然,班里的刺头红毛一脚踢开桌子,又不是小学生介绍个屁类 就在这时,性感的孕育节班主任退一门而入 老师简单介绍学校里特殊的校官 首先,这个班三年都不会变,在校期间限制外出以及一切对外联络 其次,每月会发放十万点数到学生卡 一点等于一元,也就是现实中的十万 这个学校里的所有东西都能用点数购买 鹿哥来到超市,发现点数真的可以当钱花 随后掐着一算,一个班有25人 每人每月十万的话,全校三百人 一年的支出就是三亿六千万 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 转家的功夫再次偶一哭呗 鹿哥发现他只购买了必须的生活品 果然隐重不同 而且,明明每个人都有十万元 商店里居然还有免费救济物品 奇怪的现象,让两人都感觉有一些不对劲 正好这时,班里无法无天的红毛 在被高年级的欺负,还藐视第一班都是残次品 两人再次选择冷眼旁观 不久,第一班同学们开始熟络起来 唯独最后一排的鹿哥和库北 没有主动交朋友的意思 下课后,班里的交集花支田找上鹿哥 他表示想跟库北交朋友 却一直遭到莫名的拒绝 于是找鹿哥帮忙 面对萌妹子贴身式的撒娇攻势 鹿哥无奈答应 库北的冷漠其实也是有理由的 课堂上有睡觉的,玩手机的,看漫画的 还有腿翘的课桌上听课的 老师竟然丝毫不滚 然而鹿哥则认为 趁着气氛不错 鹿哥邀请库北去咖啡馆坐坐 还不要脸的询问两人像不像情理 差点被对方和尚的眼神杀死 不一会儿,志田假装偶异 上前跟两人攀谈 卓丽的演技被库北阴眼看穿 连带鹿哥也脏了秧 竟然闹得不欢而散 鹿哥在于志田回去的路上 也坚持到对方恐怖的交际能力 居然连B班都有朋友 两人还提到学校给予的巨额点数 让学生们都有些失控 因为有些人已经不知不觉的用光了 这一所高中入学就送十万 以后每一月再送十万工学生挥霍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 底班每个人都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直到5月1号来临 大家发现自己都没有收到点数 大家开始躁动不安 老师却表示点数已经发放 由于D班一个月以来 在课堂上的恶劣表现 迟到缺席98次 玩手机交透接耳391次 D班十万点数都被课完 点数为零 老师再次强调 这所学校是以实力衡量学生的 所以对比ABC班的得分 D班的你们就是群垃圾 班长想要搞群分数加减的规则 却遭到老师的拒绝 你们呢也不是无药可救 如果考试测试中 D班点数超过C班 你们就会升级成C班 可是上次考试中 D班成绩十分差劲 而且从下一次开始 考试挂科的人将会被退学 这就是实力之上的教学体制 面对严峻的局势 库北主动转到陆哥商量对策 由于老师并没有透露太多 学校所谓的S评分系统一脸茫然 如何获取班级点数 还是一个大难题 库北意外发现 陆哥的上颗部十分发达 陆哥却说自己是个宅男 平时只是练练钢琴和书法 中午 库北邀请陆哥共进午餐 两人聊起 班长平田打算举办学习会 但成绩最差的三人 虚腾 山内 池 拒绝加入 库北想亲自给他们补习 对于自己被分到地板这件事 他十分不爽 立志早晚要将A班踩到脚下 陆哥本想拒绝这种麻烦事 无奈吃人嘴短 对方请的还是豪华午餐 陆哥只能喊泪大饮 临走前 库北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还是陆哥第一次 收到女生的电话 面对黑肠直美女的请求 谁能不动心呢 但说服差生去补习这种事 简直难入上青天啊 对方直接三连拒绝 陆哥只好找志田帮忙 不愧是家节化的魅力 对方秒答应 但志田有个要求 就是他也想加入 第二天学习会上 左腾他们本来就是看在志田的面子上才来的 库北却一脸高耀的态度 这一题都不会 你们是猪脑子吗 气得三人直接走人 就连一向开朗的志田 也被库北独手刺激的汗泪离去 傍晚陆哥下楼满饮料 意外撞见库北竟在与学生会长对话 两人居然是兄妹关系 对于妹妹被分到第一班 会长觉得十分丢脸 直接让他退学 库北说自己是为了追随哥哥才来到这里的 自己一定会升到A班证明自己 会长瞬间暴怒 让你退学就退学 还敢顶嘴 说着便打算出手教训 好在陆哥继续出手制止 看似若不兴奋的陆哥 轻松地和会长的呼吸 没想到会长居然对陆哥有影响 之前就听说 有个新生入学成绩竟然满满五十分 恐怕这个学神就是你吧 妹妹居然能交到朋友 会长十分意外 随后便准时离去 事后陆哥问起他对差生的态度 库北认为直接抛弃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陆哥便指出 对方最大的缺点就是瞧不起人 可能这就是他分在地板的原因 库北听后如有所思 考试前三天 陆哥再次邀请旭腾加入学习会 结果仍然遭到对方的拒绝 考试临近 担心自己成绩的旭腾也无心练球 这时 库北突然出现将笔记送给他 旭腾大受感动 可考试只剩两天了呀 学习已经来不及了 关键还得靠陆哥 他找了志田 应许会有高年级的学长 用一万五的低价换来历年的考试 两人惊奇的发现 过去的考试跟现在的一模一样 陆哥建议在最后一天发给大家 这样就可以避免大家不用功 陆哥还叮嘱志田 这件事不要提及他 看来啊 我们陆哥还是不太喜欢惹人注意呢 在两人的计策下 地板仍然隐藏取得优良的成绩 但徐腾只获得了39分 与及格线只有不到一分之差 即将面临退学的风险 机智的陆哥直接找到班主任 提出从他那里买虚腾的一分 因为老师之前说过 点数可以在学校买到任何东西 老师觉得很有趣 便提出十万点数的价格 可陆哥的账户没那么多钱呀 信号可被神助攻 两人合力买下一分 解决虚腾退学的危机 老师临奏前提到 在这所学校的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第一班晋升的情况 老师十分期待他们的后续表现 目前第一班的分数是87分 而A班的分数是恐怖的104分 虽然实力差距悬殊 但枯北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傍晚大家在陆哥房间举办庆功会 之前问起陆哥是如何解决 徐腾退学的事 陆哥却把所有功劳都推给枯北 男生们对他的好感 刷刷往上升 一旁的智田很不爽 宴会结束后 陆哥发现智田的手机 落在床上 便一路追上他 因为发现处处可爱的智田 不为人知道另一面 就在这时 智田的手机响起 躲在暗闯的陆哥被发现 智田将他的手 放到自己的O派上 不准陆哥说出去这件事 否则就会到处说自己被他强暴 陆哥答应不会泄露后 智田再次回归可爱的形象 一时间连见多识广的陆哥都分辨不出 到底是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智田 第二天一早 陆哥惊奇的发现 库北竟然和智田一起同行 原来智田害怕两人独处 暴露自己的秘密 提前蹲守在库北房间外 包括上老师宣布 由于系统故障 这个月的点数会推迟发放 放学后 B班班长 直一赖突然找上陆哥 他希望陆哥可以假扮男朋友 因为有人要向他表白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像一只赖告白的居然是个女生 女孩看到陆哥难过的差点哭出来 明明是我先的 一只赖还在纠结如何介绍陆哥时 陆哥却直言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他希望一只赖正面回应 即使是拒绝 也要认真对待别人的感情 说完陆哥就坐到外面等消息 就在这时 本月点数到账 可数目仍然是零 发出好人卡的一只赖 以向他道歉 并表示他欠陆哥一个人情 第二天 徐藤突然收到 戈壁C班篮球部的学员控诉 对方散认称 受到他单方面的殴打 徐藤虽然表示是正当防卫 但是没有证据 老师告诉大家 一周后 学生会将介入与C班协商 结果将决定D班的点数 和徐藤的处分 陆哥怀疑S系统存在隐藏分机制 想要升到A班的条件 说不定是无人退学 如果枯北想往上爬 就要排除所有危险因素 徐藤强悍的运动神经 可能会有大用 班长提议一起去寻找线索 可是一天下来没有任何发现 下好B班的一只赖提出帮忙 通过学校的电子班张提告示 取得线索 跟徐藤打架的 有一个混混叫做石骑 三人打一个还被打得这么惨 怎么看都是故意碰层 一只赖给匿名发帖人 转定书时 陆哥偶然瞥见 他的点数居然有200多万 回到家后 陆哥发现自己家已被当作聚会地点 苛贝突然找上门 他发现徐藤打架案 有目击证人 正是班里的坐舱 可他不敢站出来承认 连志田的电话都不敢接 苛贝认为 这件事是否是正当防卫并不重要 志田不解其意 陆哥解释 徐藤一直给人留下很差的影响 大家本能的不相信他 背后的人就是借助这点才搞事情的 这个女孩有多标理不一 平日里是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网络上就是最强美女网红 第二天 志田单独去找左舱商量 去不小心摔坏他的相机 三人去围图相机 可是店员的行为十分怪异 不仅一直偷看左舱 还要求他在表格上填写住址和手机号 望着紧张到左舱 陆哥上前解围 让店员修好后直接联系自己 时候左舱向二人表达谢意 但在志田却会上间时 左舱问几句疼的事 陆哥很好奇 为什么左舱会相当坦白 左舱直言陆哥更亲切 陆哥走淡淡地说 这件事按他心里想的做就好 想帮就帮 不想帮就不帮 傍晚三人结算后 志田来到陆哥的房间 他发现网上某个美少女正是左舱 一直带着平光镜 遮挡自己的真面目 可能这就是他不想出庭的理由 随后志田收到左舱的邮件 对方答应出庭作证 库北对于陆哥最近的态度很不爽 对自己的请求推散阻死 去轻易答应志田的请求 是老娘没有魅力吗 虚疼的沈一会 暂时定在放学后 双方变手一次入席 难得的是学生会长也亲自到场 库北瞬间无法冷静了 书记员表示 虽然锦的证词有出入 但是须腾打伤三人却是事实 如果没有新的证词 将直接宣判 望着失魂落魄的库北 陆哥只好伸出罪恶之手 摸向库北的腰 羞耻的行为 终于让库北缓过神 他询问对方是如何认出 徐腾的 为何不吃篮球社的时期也在 西班狡辩说是害怕徐腾动手 采交上擅长打架的时期 可是三个人打一个还被打得这么惨 这明显不合常理 库北不跟他们狡辩 直接让证人左仓进场 左仓拿出关键性证据 储存卡 里面有他拍下徐腾被三人威胁的照片 西班老师还想抵赖 提出徐腾停课两周 自己班学生停课一周的处分 这样的决定就连班主任也没有理解 库北却突然站起来 他承认 屈腾需要反省自己的态度 但这件事中他没有任何过错 而是西班虚谋已久的阴谋 最后会长发话 明天四点重新审议 如果没有决定性证据 他们就会考虑退医学出费 三会后 左仓十分自责 没有早点说出真相 这个妹子躲在厕所里瑟瑟发抖 受恐的她喜欢在网上发一些清廉的照片 没想到却遭到私生犯的骚扰 不仅偷偷跟踪 还拍下许多她的照片 让座舱十分的害怕 另一边 陆哥跟库北 一起去教学楼寻找章节 但这里竟然连一个监控都没有 库北突然灵机一瞪 想到一个好办法 隔天 陆哥发现座舱十分的害怕 就提出 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他 座舱十分感动 正准备吐楼新生 陆哥收到短信 先行离开 西班的三人受到智天的邀请 来到教学楼 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库北和陆哥 两人表示 这里有检验时期拍下证据 三人虽然慌张 但还是发现漏洞 如果学校得知真相 为何学校没有任何说辞 陆哥表示 这是学校在考察他们 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 徐腾动手会受到处罚 但他们三人在学校散布谣言 肯定会被退休处理 除非他们撤销起诉 三人还想打电话谣人 却被库北夺左手机 对方气得想揍他 可是看到远处的摄像头 竟然妙怂答应撤诉 发现后 陆哥突然接到 左舱的确定电话 此时他正被相机店的员工压在身下 对方就是他的变态粉丝 幸好陆哥利用GPS 及时救下左舱 阳台上班主任叮嘱库北 如果他想升到A班 就尽快了解陆哥这个人 这个男人十分的危险 虽然D班是瑕疵品的聚集地 但隐瞒实力的陆哥 才是最严重的瑕疵品 与此同时 会长是分析上他解决事情的能力 邀请陆哥加入学生会 可是陆哥只想过平凡的高中生活 回家路上 赫尾认为陆哥只是在利用他 陆哥表示只是帮朋友而已 赫尾完全不信 开始逼问对方的过去 此时陆哥突然露出阴沉的表情 他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赫尾升到A班 前提是不要探究他 这一天一大早 赫尾就接到了陆哥的电话 邀请他一起去游泳 就在前一天晚上 D班部分男生悄悄碰头一起商量 女子更衣室偷拍计划 赫尾虽然嘴上说了拒绝 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设施衣服 第二天准备出发 徐腾竟然迟迟赶到 他解释说不小心睡过头 一旁的左舱发现盲点 明明是睡过头 居然从泳池方向过来 徐腾赶紧转移话题 路上他们竟然还用起了 摩斯密码密谋偷拍 帮路上偶遇必斑的一只赖 他也是来游泳的 供应室内 女生们一边换装 一边聊着八卦 望着一只赖傲人的身材 酷辈十分的心菜 扎心了老铁 摄狂的左舱 是因为路哥的邀请 才会出门 志田也提到 路哥跟一只赖的关系 十分要好 这让人羡慕的异性元雅 此时学校保管仓库里 指挥官外村 正在下达新命令 第二阶段作战开始 阿尔格斯一号准备出动 敌半成员集合后 志田发现山内不见踪影 徐腾连帮打掩护 会有大家去玩沙滩排球 而此时 山内已经成功嵌入女更衣室 可是 安装摄像头的工作并不顺利 虽然他们提前在门口 放置清理的牌子 但越来越多的女生 聚集在门口 眼看就暴露 这几个学生 究竟有多丧心病狂 居然敢跑到女更衣室偷拍 山内迟迟没有回来 志田十分的担心 一旁的池 还想分散住一粒 却被志田质疑不关心朋友 只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被志田讨厌 连忙向指挥官下达撤退命令 虽然很不甘心 外村还是让山内撤离 由池来接手 还未完成的工作 没过多久 外村突然让池紧急撤离 因为他发现 C班老大龙园 正带着小弟前往更衣室 只差一点就可以装好手枪头 外村急忙活叫三好支援 收到消息的虚弹 谎称脚出尖 飞速挂机赶往更衣室 留下后方队友疯狂发问号 可是排球比赛人数不够 左仓提出中段比赛 为掩护队友 山内智商在线疯狂标系 另一边 虚弹及时赶到篮下龙园 不巧的是 A班班六也在现场 他与龙园开始激烈的对峙 被夹在中间的虚弹 十分尴尬 更绝望的是 学生会长凭空现身 骚动越来越大 躲在各位市里的吃 感觉人生即将完蛋 吉堂大师外村再次鼓舞他 你的队友还在等着你 千万不要投降 受到鼓舞的池 连忙让指挥官通知四号 执行附加任务 而神秘的四号 却是人畜无害的陆哥 陆哥会由窟北到挑战台上演讲 我们地板天下无敌 实在要把你们A班踩到脚下 成功离开 更衣室前的人群 是顺利逃脱 回到更衣室 窟北取出摄像头里的内存卡 原来早上陆哥打电话时 就将虚弹的偷拍计划告诉窟北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是叛徒 陆哥担心强行阻止徐腾 说不定他们还会闹出什么其他的幺蛾子 于是就用这个办法 彻底击碎他们的计划 通过今天的相处 窟北也渐渐融入到地板这个集体中 这天晚上陆哥被班主任叫到剧场 某个男人叫到学校 要求林小璐退学 但只要是学校的学生 就会受到校鬼保护 前提是不能给学校惹出来麻烦 老师提出交易 只要陆哥能带领众人晋升A班 老师就能保他不被退学 面对老师的威胁 陆哥很生气 但还是答应下来 他希望老师不会因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 这个学校到底有多好 直接包下一艘邮轮 带着学生们去海上度假 船上拥有各种娱乐设施 还能接到各种泳衣 女孩们在水中吸一吸打闹 看得暗边男僧们两眼放光 持决定向志田去表白 库西亚实在太怂 志田只叫出自己名字 吃激动的直接跪倒在地 兴奋的去唐野急忙向陆哥打听酷贝的事情 当晚酷贝找上陆哥 他觉得这次游行没有那么简单 这时C班的龙元找到酷贝 因为上次设计就虚疼的事 龙元对他十分感兴趣 不仅霸道总裁式的挑起了下巴 还当众拍下了这照片 同伴的一吹不满龙元的做法 上前想与他连论 却遭到龙元不要脸的调戏 接着直接被一旁的黑大哥拦下 话说你这个体格真的是高中生吗 看来C班的内部已经出现问题 傍晚左仓约陆哥见面 他对最近依赖陆哥的事情很抱歉 陆哥表示很愿意听他倾诉 听到这话 左仓激动的拉起他的手道歉 可是看到志田过来 左仓吓得扭头就跑 陆哥想起志田的两副面孔 也打算直接离开 赴黑志田上线 拦住陆哥去路 对于陆哥的态度 他心里十分清楚 想说些什么 最后也只是失落的离开 第二天游轮即将抵达小岛 学校突然召集全部学生 接下来将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 学生们将在荒岛上生存一周 不允许携带任何私人物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殊手表 我已经允许私自取下都会受到惩罚 新一轮的生存游戏即将开始 考试规则如下 学校会发放少量生活必需品 食物需要自己解决 每个班分配三百点数 可以用来购买额外物品 考试结束后 剩余点数会加到班级点数上 微信行为可能会扣分 占据岛生各个据点 会获得额外积分奖励 地班女生想用积分购买马桶 她们不喜欢脏兮兮的简易厕所 购买物品需要半数以上同学同意 男生不想把积分花到这种地方 这考试还没开始呢 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众人决定向着森林进发 路上班长私下与行村商量卫生问题 最终同意购买厕所 为表现的合拳 路哥自告奋勇和大家一起去找据点 黄毛像这大星星一样到处沦窜 很快消失不见 路哥一座舱在悬崖下发现引出据点 这里呢要介绍下解锁据点的考试规则 每个班选出一名领队 领队不能随意更换 只有他们可以用特殊的卡片 解锁岛上的据点 猜中其他班领队可以获得50点数奖励 猜错则会被扣除50分 就在左舱准备占领据点时 A班的葛城突然从里面出现 路哥注意到葛城的身上带有小卡片 莫非他就是A班的领队 池在水边发现引出据点 D班决定在这扎营 由领队库贝负责打卡 傍晚大家出门寻找树枝 意外发现C班树上的一吹 路哥感觉有些奇怪 可是好心人山内还是邀请他来营地 池借住以前野营的经验成功点人搁货 还分辨出可以实用的食物 大家对他的崇拜蹭蹭往上升 池想起以前跟家人野营 也因为厕所问题大喊大叫 于是他向女生们道歉 D班成规已好 班长计算出每餐需要的最低点数 提出留下120分为目标 只要找到足够的水盐和食物 就可以轻松通过这次考试 可是猪队有黄毛 因为身体不舒服突然退赛 D班将会被扣掉30分 考试第二天 D班全员出动寻找食物 路哥便带着窟贝去探查其他营地 B班营地分工明确 风味和谐 就连窟贝都忍不住参叹 二人还发现 这里有被C班赶出来的同学 随后他们来到A班营地 却被葛城无情的撵出去 结果两人来到C班 这里居然正在开水上party 他们在第一天便用光了全部的点数 窟贝问起一吹的事 龙岩表示 不需要违抗命令的手下 回去路上 路哥猜测C班是想采用零分策略 虽然窟贝无法理解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路哥却认为十分有趣 时间来到第四天 路哥与左舱在海边偶遇已知赖 并且发现C班真的已经离开 路哥还得到关键情报 A班分为班柳派和葛城派 平时经常起冲突 由于班柳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参加 这次行动由葛城带领 回到营地的路哥将C班的情况告诉大家 这天问起一吹的打算 一吹表示不想再见到龙岩 想要留下 徐藤之一吹另有目的 连人差点搭了起来 最后还是班长出马结束了这次纠纷 女神内裤离弃失踪 究竟是道德沦丧 还是另有凶手 第五天 第一班突发大危机 清紧的内裤离弃失踪 女神们怀疑是男生干的 要求班长们去检查男生们的行李 这时吃惊恐的发现 失踪的内裤竟然在自己包里 慌张的他将胖子塞给路哥 路哥只好藏到兜里 行李中没有发现内裤 女神要求搜身 就在路哥以为要完蛋 班长居然没有揭发他 时候路哥询问为什么不揭发他 班长说他相信路哥的为人 也希望他能找出真正的凶手 胖子事件导致地班出现信任危机 女神们决定与男生分开大帐篷 只有班长和路哥可以进入女生区域 一锤主动照上路哥 问有没有怀疑自己是内鬼 但路哥相信犯人不是他 一方话说的一锤命红耳赤 哎呀无形撩妹最为致命呀 不久后路哥发现 哭北一直在发烧 本想却能放弃 可是哭北还是坚持参加考试 第六点眼看就要下雨 大家决定赶紧收集食物 路哥突然提出 要看看哭北钥匙卡的验试 他要确认跟葛城那张是否一致 就在这时 山内将泥巴抹到哭北的头上 然后挑看路哥 哎呦跟男朋友酒场啦 随后可怜的山内 就被哭北一个背摔 给扔到河里 哭北只好去瀑布下洗漱 本就不舒服的身体 这下更加难受了 傍晚哭北找到路哥 他的钥匙卡居然被人偷了 哭北怀疑是一吹干的 倒霉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哭北发现营地突发火灾 购物指南被完全毁坏 天空下起大雨 男生和女生吵作一团 其二连三的打击 让一向稳重的班长 都有一些失控 这时 智田告诉众人 一吹不见了 哭北急忙去追 终于在一处山坡 发现等候多时的一吹 对方很大方承认 自己偷了钥匙卡 随后两人在雨中展开battle 哭北因体力不知 被打运动过去 一吹来到标记的树下 拿出里面的无线电 与A班的隔城联系 说地板的钥匙卡已经到手 醒来后的哭北 发现身旁的路哥 他很自责 没有抢回钥匙卡 也认识到伙伴的重要 路哥答应会陪他并肩作战 随后将昏迷的哭北 送到老师那里 地板时尚最大危机 哼尝之美女生病 遗憾退赛 内鬼道走关键道具 回去后 路哥将钥匙卡的事 告诉班长 班长十分绝望 如今地板矛盾加剧 明天又会被扣除大量分数 地板彻底凉凉了 时间来到考试最后一天 葛城胸有充足地 交上猜测的名单 而B班分数足够 不打算冒险 就在考试即将结束时 龙园却突然出现 时间回到第一天 原来刚上岛的龙园 便找到葛城 两个班级签订一份契约 C班会怕着卧底 潜入其他班 帮助A班找出领队 龙园一个人潜入岛上 与卧底联系 结果却因为一吹的相机损坏 只好亲自将钥匙卡交给葛城 同时他还暗中联络 班柳派的人 让他挥霍A班的点数 这样比赛结束后 C班的积分就可以超过A班 所有学校公布最终排名 第一名果然是C班 不过是倒数第一 总分只有0分 第三名是A班120分 第二名B班140分 而获得恐怖的 225分的第一名 竟然是D班 经过这一战 D班大获全胜 葛城派因为错误的决定 再加上有C班签订的契约 每月需要向龙园 赚账2万点数 元气大声 酷贝向路哥追问 反败为生的真相 路哥拿出钥匙卡 上面的名字 居然是林小路 路哥解释 是他实现弄坏一吹的相机 推算酷贝撑不下去的时间 只是山内弄脏他的头发 让一吹有机可乘 随后放火给他留下逃跑的时间 虽然领队无法随意更换 但酷贝发烧昏迷 让路哥拥有正当理由 在考试最后一刻 将领队改为自己的名字 路哥根据葛城的性格 推测出A班的领队 是他身边的迷影 识破一吹身份后 路哥猜测龙园还留在岛上 因为B班还是盟友 路哥就没有猜测B班的领队 酷贝十分震惊 所有的一切 居然都在这个男人的算计中 他还想继续追问 D班的大家突然围过来 原来路哥将所有的功劳 都算在了酷贝身上 酷贝声望一起加一 随后路哥收到老师的消息 他已经出色完成老师的任务 路哥追问 有人要求他退学的事情 是否是真的 老师已经知向路哥所有的事情 那个男人就是路哥的父亲 对方表示路哥会主动退学的 傍晚酷贝再次找上路哥 他十分感谢这段时间路哥的帮助 酷贝还害羞的表示 以后呢路哥就是他最好的伙伴 可是酷贝不知道的是 在路哥的眼中他没有伙伴 班上所有人都是他的道具 在他心里胜利才是一切的关键 以上便是实力之上的教室 九到十二全部剧情 可爱妹子居然全是工具人 没想到路哥居然是这种人 究竟是谁造就他如此银行的性格 神秘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来头 推荐大家一读研究小说 了解更多哟 这里是奇妙的花馆 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